每个人都会说 自己知道在做研究的时候 评估资讯这个环节 是十分之重要的 但是你有没有试过 被一些未经检查的资料 直接走进你的研究里面呢 那你又知不知道 在检查资料的时候 要留意些什么呢 首先 你有没有检查资料 是否准确的 它是否来自一个 可信赖的资料来源呢 它有没有整式整水 不诚实地反映调查结果 它是否过时的资讯 它有没有不偏坦地展示 整个议题里面的观点 最后就是你找回来的资料 是否真的与你的研究 或者论点有关联 别借耳朵在这里压字数吧 你的资料费 改变了 再逐发 你 一个azo